女性瑞莎近年致力於發展台灣的韻律體操 從去年開始舉辦國際邀請賽 今年將迎來第二屆比賽 瑞莎和小小選手們都準備好了 除了孩子們累積比賽經驗 讓更多台灣孩子們累積比賽經驗 因為我們平常出國也沒辦法帶太多人 所以希望台灣的孩子們 都有這個機會參加國際賽 我要很謝謝所有支持我們的大家 所有支持我們的台灣人 瑞莎透露去年只有不到十個國家的選手參與 今年終於有所突破 包含大陸 美國 烏克蘭 日本在內 共有十五個國家 兩百零一位選手 將來到台灣參賽 也讓小小選手能有更多的機會 與國外選手切磋學習